今天,我们对面一个王小姐,她去投诉环保局的,我们尊重她的看法,说我们楼上的这个冷气很大声,吵到她,环保局的来测试,没有超过标准,没有超过标准,如果今天一个没有写火的,我们这栋不写火,环保局没有超过啊,我为什么要换,对不对,吵到你是你家的事情, 可是师父的观念不一样,我打亲自打电话,去跟王小姐说,我很抱歉,我敦亲牧临,我们一定要做好邻居,我一定立刻改变,想尽办法,让他没有声音,不管花多少钱,我们都要你这样的好邻居,我就叫华格斯的弟弟阿宅啊,你给我想办法,做到没有声音,再继续去投诉, 我们一次又一次,一次又一次,环保署,说人家也没有超过音量啊,你再一次投诉,要不然就告啊,对不对,如果是世间人,今天不会花这五十万,来换冷气的,分告似乎不一样,我需要你这样一个好邻居,我不希望说,也许他有开过道, 也许他有开过道,那开过道,可能有吃一些药,可能精神上会有些敏感,让你睡不着,我很难过,让你精神有压力,我也很难过,不管怎么样子,你不需要那么累了,常常去投诉了,环保机来跑了好几趟,你不需要这样子,我来做,今天因为我们有同体大悲的心, 一句话,我花五十万,你知道吗?他一句话,我花五十万,为什么?就是敦见慕灵了,就是敦见慕灵了,对不对,碰到不是佛教的,他会这样做吗?你去摸啊,我也没超过啊,对不对,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子,大家都是好灵机, 叫我那些人把你摸起来,我是没办法啦,我尽容给你改变了,对不对,这个就是一种,有佛陀的思想,跟没有佛陀的思想,他的行为机制出来,是不会一样的,现在弄好了,满意吗?满意,没什么?五十万开了,没什么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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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家那个骰子,俺们这个骰子说,王小姐,目前这台机器是最高级的,完全静音的,没有声音,如果你还不满意,就没有机器了。接下来,接下来我来跳楼,再不满意就换我去跳楼啦,没办法啦,对不对?不过听说,满意就好了,对不对? 你敢不听说,这句话达五十万呢?没办法啦,让他每天睡不着,还是说,他说窗户都不敢开他,我跟他通过电话嘛,我跟王小姐真的很抱歉,这个责任在我,我一定绝对改善。我举这个例子,就是说,师父处事的态度就是这样子。